除了雞蛋 豬肉的批發價 每公斤也已經逼近了百元大關 農委會主委陳吉仲解釋 原因是飼料成本增加 並且保證會全力調度 供應量絕對沒有問題 來到市場走一圈 週一豬肉攤全部都沒開 國內毛豬價格飆漲到 每公斤將近百元 有攤商所幸把原本清明 後的休息時間再延長三到四天 就擔心豬肉貴到客人不敢買 每公斤批發行情價 來到九十九點九六元 比起去年同期漲了大約百分之二十八 農委會主委陳吉仲指出 豬肉貴是飼料成本上漲七成的緣故 並且掛保證會提供足夠 數量的豬肉給民眾並且依照綠燈區合理價格 運作 國內毛豬有九成都是國產 一年平均屠在八百萬頭 陳吉仲表示和去年相比今年大概只差十幾萬頭 因此不會有豬肉短缺的問題 至於豬肉價格何時可望調降 陳吉仲則是回應 飼料成本上漲農民要在合理利潤下 才能夠生產毛豬肉雞和雞蛋 記者朱峰之中建剛台北報導 出口 ille燈 佇